HELLO 大家好,看看今個星期有什麼重點經濟新聞 麻煩,IiI女兒! 世貿大降今明年全球貿易預測 港府班禁蒙面發行只急射近五百點 週二、一日,世界貿易組織因應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宣布大幅下調今明兩年全球貿易增長預測 預期今年全球商品貿易只增長1.2% 較早前預測低1.4% 是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差的表現 世貿總幹事亞澤維多指貿易前景暗淡令人沮喪 但並非不可預期 他警告,若貿易戰持續 中美兩國進一步開徵關稅及報復反制 將引發失控的毀滅性循環 他又表示,英國脫鉤影響全球經濟 若無協以脫鉤可能造成嚴重衝擊 但衝擊主要集中在歐洲 香港貿易發展局就細貿降低全球貿易預測作回應 指本港大部分出口都市轉口 國際貿易波動都會對本港造成影響 中美貿易糾紛持續 歐洲經濟亦不如預期理想 均影響西方國家的進口需求 由於貿法局在上月23日 已就本港今年全年出口預測由增長2%下調至-4% 亦是自2009年以來表現最差 當局暫時會維持有關估算數指 9月過後,恆生指數10級以下 加上受中美貿易談判、本港社會爭議 以及外圍經濟氣氛轉差等不利因素影響 恆指在10月開局後在26000關口徘徊上落 中美高級別談判將於下週登場 有助緩解形勢的不確定性 市場獲得短暫損息機會 然而外界預期今月港股仍有下跌空間 週五、四日 港府通過禁止蒙面規例 並於當天下午公布 星期六午夜生效 消息傳出後 港股中五層插497點 低見25612點 再失手261關口 之後跌幅一度收窄 最終收市跌289點或1.11% 報25821點 成交額683.96億元 國企指數收報10147點 跌73點或0.72% 成交額150.83億 上證指數收市2905點 跌26點或0.92% 成交額1425.92億元 好,今天先看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